大家好,今次去棺塘一家新开的小菜馆吃饭 首先来到棺塘成业街,就在棺塘广场旁边 在棺塘广场对面去这座电信一代广场,上去一楼 走到最后就见到这家新开的小菜馆 地方比较实,座位够阔,坐得舒适 看看餐牌有什么吃 叫了一些食物试试 这个是脆皮咕嚕肉饭,$78 份量略为少了,送热喝一杯 酸甜汁挂满在猪肉上面,没有多余的汁水 外面的粉浆皮又薄又脆 酸甜汁味道刚刚好,香甜好吃 里面的猪肉很软滑 菠萝和洋葱都好吃 白饭够软熟 酸菜鱼饭,$78 因为不吃得太辣,叫了个不辣 看到有很多配料 鱼片肉真的很滑 有芽菜,蛙蛙菜,酸菜,芽西等配菜 汤底因为不辣,比较淡 豆泡正常味道 还有宽粉,够滑 这是葱油鸡饭,$70 份量也是偏少 鸡肉够滑 鸡胸肉也够淋,不搅拌 姜葱肉少少咸香味 这个是四川梅窝肉饭,$73 看到莲柳多肉片 我的肉片在底部,肉质够淋 调味少少麻辣 莲柳片偏脆 倒饮品,热奶茶,热柚子物正常味道 冬饮要加3元,冬冰茶正常味道 总结今次叫的食物 质素和味道是正常水准 以价值来说,份量少了些 店员的服务挺好的,挺亲切又来 喜欢这个频道的影片,请订阅和按下小钟 不用钱的下次有新片推出,就立即收到通知 多谢大家支持收看,拜拜 by bwd6 吃,吃,吃 看